今天,Intel发布了新一季度的财报 其营收为205.28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199.78亿美元相比 增长3% Intel数据中芯集团第四季度营收 为73.06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60.88亿美元 运营利润为17.26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20.77亿美元 其中,平台业务营收为64.42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52.97亿美元 临近业务营收为8.64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7.91亿美元 Intel物联网集团第四季度营收 为14.14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11.10亿美元 其中 IoTG业务营收为10.58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7.77亿美元 Mobileye业务营收为3.56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3.33亿美元 Intel物联网集团 第四季度运营利润为3.69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2.33亿美元 其中 IoTG业务运营利润为2.70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1.23亿美元 Mobileye业务运营利润为9900万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1.10亿美元 Intel第四季度 非可便存储解决方案集团营收 为9.96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12.08亿美元 运营利润为3.54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运营利润为7600万美元 Intel第四季度 可编程解决方案集团营收 为4.84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4.22亿美元 运营利润为5100万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4300万美元 Intel第四季度 其他所有业务营收为1.95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2.11亿美元 运营亏损为9.86亿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运营亏损为10.53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